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邀请这位大卫先生在太极门练功多年来说说他的心路里程 线上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到现在已经拜师练功超过26个年头了 当初为了上呼吸道的严重过敏 鼻塞严重 睡眠品质非常不好 白天上班常会打瞌睡 为了改善虚弱的体质 老婆推荐我入门练功 就这样认真练功五个多月以后 鼻子过敏的症状明显的改善了 再也不会鼻子比三岁不好讲 也没有早上起床 一直打本地流鼻水的现象 我都过敏性体质改善了 九年的过敏咳嗽也不再发生 身体变好 自然心轻气爽 脾气变好 在公司化脾气的机会也少了 同事都觉得老板比较可以沟通 与员工同事的相处上变得有弹性 刻意开开玩笑 不会像早期神经那么紧绷严肃 不像以前哪里妥协 公司店面门市因员工都合颜悦色 服务更为亲切 业绩环绕越来越好 然而 在我练工一年多后的某一天 发生晴天霹雳事件 记得 当时我刚好从外面班师回到树林导馆 却碰上一群喝枪实弹的别式调查站衣杆人员 在二楼翻箱倒柜 大肆搜索 还对着管内的师兄姐大声咆哮 一气指使 态度蛮横 大呼小叫 口气无礼 都把我们当无知幻罪小民一般 下午我们这样奉公所法的善良老百姓 只能今生及听命行事 否则就是违反或危害司法调查罪名 那时才体论到 公权力竟然有这样的威力啊 回家后 看电视新闻才知道原来是个 浩大喜功的侯官人检察官 违反侦察不公开 带着媒体同步搜索报导 将搜索的画面公开给媒体播报 根本目无法度 当晚期 媒体一再播报 那是1996年小月19日的傍晚 发生在我眼前的事件 这是侯官人迫害抹黑太监门事件的起断 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灭的一流 其实 早在1996年11月间 高雄地检署及新竹地检署 这也因为接获布什的检局 对太监门展开调查 结果 朝乌不划 均聚于谦解 而 侯官人检查官 仅凭三人布什的检局 竟然发动全国监调和枪实弹 搜索全国各道馆 并发布于电视媒体 趁太监门涉及宗教杂财 并不断洩漏未经调查的不实证据 及侦查内容给媒体 故意造成舆论顶嘴 冥冥释华当天 只踏到两本银行存款簿 余额只有61万余元 第二天却大胖绝词说 太监门杂欺32亿 品供内造5000倍 并誤指太监门掌门人 杂欺 讨落税 违反税监济争法 违反证据援走浮乱起诉 而移送国内局开端状法 代决们的冤税假案 至此就受到违反难权的检察官 与国内局官员 企图灭门的迫害迄今25年 我们师徒极力抗争 争取公平正义 要求还我们公道 没想到行政执行署 与国内局联手在2020年的8月21日 为完拍卖我们预计 预计修建为修行到外预定地的50笔土地 将他收归国有 最最可恨的是 当初国内局在侯官人移送的布什 得起诉书资料 未经识字查核 其所谓开端而衍生得税务安件 同样为国内局长期步伐的扰民扣税 国家机器 以再底向善良来百姓欺压、榨取 无法实际了解或刻意淹灭 对我们这种无权、无视小民的有利证据 以图强势占有善良百姓财产来掩盖财税官员 他们的贪婪、无能等追行 我在这边呼吁蔡总统 您是获得很高名利的当选的总统 但是你的执政团队里面窝藏着一群不顾名义 不讲诚信的划碎官僚 他们蒙着你的眼 让你看不到真相 捂着你的耳 让你听不到人民真正的声音 背地里离见你 您已受害人民的情感 让您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在呐喊 您听到了吗? 我们在哭泣 您捕慰了吗? 人民的苦痛 您解决了吗? 我期盼您能关注并解决民怨 我爱台湾这块土地 期待我生长到台湾有真正的民主 期待政府坦诚解决问题 撤销违法税拍卖 规反民产 平反太子门座庄 冤案假案 从一张违法的起诉书 到违反办案不公开原则 到侯宽人用眼神办案 到监察院公开办案八大缺失 到国税局人员说法院说的不算数 到法官说 年纪大了 看不见有利民众的事实 民国九十六年七月十三号 以三省确定太极门无罪无税 无违反税监居真华 国税局万年税丹一直开一直开 甚至拍卖我们苗栗的土地 这一切的一切 执政者真的都看不到 听不见吗 下一位分享者刘妈妈 我们来听听她的心声 我是太极门弟子 我在太极门练功已二十几年 年轻的我身体不好 在一个机缘进入太极门练器功 身体改善了 心情也变好了 师父的教导 是学校学不到的 这么好的修行地方 却因为前侯宽人检察官 不识起诉书 让太极门成为法税的二二八世界 许多师兄姐 因为这个世界受尽了异样眼光 明明是青睐的修行门派 因是被关上养小鬼罪名 养小鬼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也可以写进起诉书里面 真是离谱 我们是生活在讲究科学证据的现代 还是在明治未开 装神弄鬼 用怪力乱神来操控老百姓的时代 我一直相信国家的公权力 是要保护善良的百姓 却不曾想过 违法官员竟然用公权力 来霸凌人民长达25年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法院已经判决太极门没有欠税问题 也给了被羁押的受害者烟狱赔偿 为什么国税局却视而不见 已再发出税单 更夸张的是 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 联手无视法院判决 硬是拍卖了太极门修行预定地 民众违法了 法院是仲裁 官员违法了 监察院是仲裁者 98年监察院调查的太极门税务案件 调查报告中 详列国税局明显七大为师 然后呢 没有撑处 国税局还是滥权违法 继续开出违法税单 如果国税局违法 滥权都没事 不但出卖了政府的钱 诚信 也严重侵害人权 浪费无数行政资源 及庞大的社会成本 最后还是由人民共同承担的 蔡总统曾经说过 人民选择了新政府 新总统 新总统 所期待的就是四个字 解决问题 没有错 我们曾经在凯道上倡议 是为了捍卖赴税人权 也是为了更多的税灾户发生 请蔡总统 蔡总统 请听人民的声音 为人民解决问题 解决太极门修行道场 被违法拍卖的问题 希望尽数 还我太极门清白 还我一个清净的修行道场 谢谢大家 这里刘妈妈提到了一个可笑的判决方式 养小鬼 小鬼在哪 在这科技时代 居然可以用这种方式诬陷 真的成了国际间的大笑话 我们看看下面的影片 大家感觉听过苏东坡 和佛印禅师的一段故事 佛印禅师说 心中有粉 看到的都是粉 心中如果是塞 看到的都是塞 但是你知道吗 在台湾有一位兼拆冬 他很可憐 他看到的都是鬼 鬼啊 兄 看到鬼 哎呦 你心里不是都鬼神鬼 大家 我说给你们了解 这个民国八十五人坐 这个检察官说 你看到太阶门要养小鬼 所以他就给人太阶门惊 但是 看太阶门 几万人 都没人看鬼神鬼 只有这个检察官看的对 人家就问他说 你再说太阶门要养小鬼 他说 因为对太阶门掌门人的感情当中 看到了一世的黑影 哦 哎呦 真厉害 要用特意说人家扮演吗 no 而且 这个检察官 没有看到鬼 这个人偷照里面 只有六十一万 都能看到三十二亿 说人家招勞 还是把酒隔到辣肉 太阶门了 嗯 好感觉 台湾的法官 白酒是金的 头隔是青的 好感觉 这个检察官做的变回变远 因为十年检家的生日 已经让太阶门成本 好感觉 但是 动力七月份的鬼故事 没有很恐怖 只有最恐怖 你知道吗 这个检察官办案 这样黑白虎 竟然都没事情 还可以继续生官 no 众亲 你有想知道这个检察官 这样生官 现在生气就有没有 請你到法务部 连赞署的网站 你去找副署长 副署长 你就能看到他的 露山真面目 众亲 你也要来上座 看他的感情 哎呦 真可怕 二十五年来 我们一直用开朗和平的方式 在争取自身的权益 希望案件获得平反 我们很坚持 因为民国五十五年成立的武术团体太极门 一直以发扬太极文化及提升人类身心灵的健康为原则 55年来为何只有一年有税的问题 教育部 国税局都已经很明白的说 太极们不是补习班 而且我们不希望同样的错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这是我们的心声 希望执政者 你可以 听得见 看得见 五年り世纪 没力世纪 美业 美丽世纪 柚子街 4月 星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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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